上雨薇甩布于心情靠蓝色小精灵解忧。 一人上雨薇出席参观蓝色小精灵。 爱戴时期特展,参观前上雨薇表示,对蓝色小精灵印象最深就是甲骨尿跟大笨猫,因为在卡通里两位坏蛋每次都想尽办法要抓蓝色小精灵, 但最后却被团结机制的小精灵们打败,实在是很活该。 也开玩笑表示,做人要,心存善言,别想喊人,让一旁工作人员猛亏她向师父在传教。 此外,蓝色小精灵也让少雨薇有种很特别的感觉。 少雨薇觉得,每个蓝色小精灵都有自己独特的专长和性格,实在非常逗趣。 也说能来看展回忆小时候的种种,并和自己的童心共处,过个悠闲的午后,实在让她心情大好。 近期拍戏告一段落的少雨薇,目前处于放假状态,但是少雨薇个人坚不下来。 最近不仅开始跟歌唱老师学习唱歌,也开始拿起吉他创作,被问到是否开始为当歌手及发片做准备。 少雨薇表示,当歌手一直是她的梦想,如果有机会能当歌手,绝不会错失任何机会。 但现在的她,唱歌,但吉他及创作都还需努力加强。 所以撑住近期难得的假期,赶紧补强自己的不足,也希望未来有一天大家听见少雨薇。 是会竖起大拇指,看见少雨薇如此拼命,也被经纪人猛亏你真的停不下来,只能说佩服佩服,让全场哈哈大笑。 最后少雨薇也表示,今天行程可说非常惬意,也算她近期一个满忧间的工作,且能回味小时候,让她感到非常解忧。 也跟大家说如果你心情很blue,来看蓝色小精灵解忧一下吧。 本文出处 要注意